我跟习近平在新加坡见面 我们也不说我们从哪来的 反正从地表地底下冒出来的 什么东西都敏感都没有了 校园开讲第二回合 马前总统再度变身马老师 搬出马席会当教材 实际上一步一步的 把这些不必要的误解化解之后 双方就可以慢慢经历更多的互信 马英九这番话背后用意离不开红席会 想以实战经验 让现任国民党主席借禁 只是马老师不断耳提面命 红同学只想关起耳朵 传出前一晚蓝营大佬参序 马英九提醒红秀柱 附入会晤习近平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八个字统统不能少 没想到红秀柱这回拿出包包补装 冷回听到了 本党的两岸政策 不是马英九前主席 一个人说的算数 也不是红秀柱主席 一个人说的算数 我们本党的政策纲领 明明白白的强调我们的任务 当前的任务 是要深化九二共事 蔡正元搬出党纲 回击马英九 红习会前别再下指导期 六位国民党立委 许书花 张立善 杨振武 孔文姬 林立禅 许玉仁 也将随团附录 用行动力挺助助解 民进党执政没有办法 为台湾带来一些 比较有正面的绩效 我觉得红主席 他可以做得到 针对我们的期待 他最好能够复格 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 在这里就大声的答应我们 红习会还没开始 国民党自家人就泼冷水 红秀柱不为所动 坚持自己的路线 不管九二共事要怎么表 为两岸谋求最大利益 才是唯一目标 记者董佑军 绍玉米SNG小组 台北报道